鶴咀是知整个鶴咀半岛, 它位于港岛东南端 中文名取自该半岛上一个名为鶴咀的海角 英文名 Cape Deergillard 一取自香港第一任副总督, 得几立着士 在鶴咀半岛上有不少科学和科技设施 同时也有不少值得游览的行山景点 例如鶴咀川江流, 鶴咀灯塔, 雷音洞, 蟹洞, 和鶴咀海岸保护区等 但鶴咀其实还有不少军事遗迹 包括一个机枪部, 探射灯染体, 鶴咀炮台和博格拉炮台及建筑困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去过鶴咀 但不妨由一个行人带你以不同角度 再见识一下你可能未见过的鶴咀 去鶴咀可以搭港铁去沙基湾站 在鶴咀总站搭9号路线 或者港铁站A2出口旁边去鶴咀公共小巴 在鶴咀道站下车 我们会以这个鶴咀站为起步点 分入部份走访这么多景点 由于内容太丰富 所以分享下两集和大家分享 上集先带大家去PB33A机枪堡 鶴咀村和较少人去过的鶴咀炮台炮位和建筑群 下集会去博格拉炮台 走入极度险要的1号塔射灯染体 还有穿梭观赏雷阴洞、鞋洞、鶴咀 鶴咀海岸保护区和香港第一座灯塔 大家要留意由巴士站回船处开始 一直通到鶴咀活端的鶴咀道路段 都是机动车辆禁区 没有去可症是不准驾车洗入的 我们先去第一个景点 下车后沿着左边的鶴咀道走进去 大约5-6分钟左右 就会见到两个流动洗手间 之后除了鶴咀村内有个公厨之外 区内就再没有公共卫生设施了 如果您不知道在下跪的时候 这条鶴咀道的网络覆盖率极高 聚集了大量网民 在路的两旁 几乎相隔几公尺就有一个网 这些网民主要是大木林之珠 或称人面之珠 伸展体仍有十多厘米墙 虽然它的毒素对人体影响不大 但大量出现在眼前 都挺影响行山心情的 所以我较喜欢飞下跪走这里 再走几分钟来到鶴咀其中一个景点 鶴咀石河 它应该是由很多堆叠岩石造成的冬月 里面又黑又窄 不建议大家进去了 走了大约25分钟路程 到了牙菜坑村和鶴咀村的范围 这里右边路旁 就是去我们第一个目的地的入口 这个路段有些崎嶇 地上很多碎石和废气物 沿途不难发现有居住过的限迹 据鹤咀村信的士多鲁伯说 这里以前是有一条村落 村民主要以养猪和用增盘捕鱼为生 后来因为各村民都他迁而荒废了 沿途间中有枝路 只要尽量靠右走就可以了 第一20分钟左右就去到海边 走过海边的鸾石堆 就到了一块大岩石 PB 33A 机枪部探射灯掩体 就在大岩石上 这块岩石的面積很大 上机枪部的梯口有一块资讯牌 就是它令到很多人误会了 这座建筑物就是鹤咀炮台 连Google Map都是错的 可能很多人只看标题不看内文 没留意其实这个碉堡 只是鹤咀炮台其中一部分 鹤咀炮台的主要建筑和炮位 是在山上的 在岩石四围走过之后 现在进机场去看看 千经过一道短短的防护墙 碉堡是两层建筑 下层是有三个窗眼的机关窗簿部分 让我们上空观察一下碉堡的外貌 PB 33A 是时候把里昂探射灯 和机关窗簿二合为一的设计 碉堡孤零零起在突出的大岩石上 主力防卫着大潭湾的入口 主力防卫着大潭湾的入口 我们去楼上雅座看看 上层空间不大 是放置里昂探射灯的位置 掩体顶部大部分已損毁 它和窗框位都是被修补过的 走出掩体看看 看下 这个应该是损坏了的排气烟空 这边和它相连的排气槽已经全部冷了 另一边只有部分残缺 为了要遷就里昂登掩体 这个碉堡的横切排气槽 是横形设计的有别于一般的树枝壮形态 我估计垂直的排气烟通 本应是伸延到里昂登掩体顶部 只是部分崩塌了 探过PB33A 我们去下一个景点 由沿路山路回到鹤咀道路面 转右走几十公尺左右 左边有一个路口 这条是通去鹤咀村的路 沿途有不少汽车工程工场 右边有条支路 可以通去鹤咀村学校 这间村校也是鹤咀村的历史之一 它建成于1967年只有一个课室 上下五校一共可以融立90个学生 但现在已经停办了 继续进入鹤咀村范围 先经过鹤咀唯一每日营业的士多 信记 他们在假日的时候 还会提供粉果豆花等特色小食 是鹤咀区内一个重要的补给站 老板的父亲还非常友善见谈 本片部分资讯都是由他提供的 穿过了几间村屋 我们来到了鹤咀村耕楼 这个是正门药口 鹤楼建于19世纪有过百年历史 主要由花江岩建造 留高约九米 天台有城墙 四边有窗岩 由于当年中国华南沿岸海道窗厥 鹤楼是容易收藏 村民贵重物品和防卫之用 看过江楼之后 我们去下一个景点 由鹤咀村沿路回鹤咀道 继续前行 没多久就来到一个老婆的废车场 转了进去就会见到一条隐蔽的山路 沿路一些路段被野生植物所阻挡 但大部分营算畅通 似乎有人清理过 走了约十分钟 就到了一个有斯带标记的分岔位 我们先去右边探备 很快又到了另一个分岔位 我们向左边走 发现这里有一些建筑物痕迹 似是一块被几幅石市场围住的空地 而这些石场都是倾斜的 根据唯一从网上找到的资料 这里是鹤咀炮台的炮台舍击指挥所 但举目四望这里除了几幅石场之外 就再见不到有其他建筑物痕迹 或者是被极贸性的植物所遮盖 我们回到分岔位 据资料显示 这里应该有另一个建筑遗迹 但除了农物的植物之外 就没有发现了 唯有继续访问其他目标 回到有私底标记的分岔位 向左边上尺 再走十多分钟上尺路 我们来到另一个目标 我们先去左边的小路 好快就看到一间小屋 内部没有任何间隔 只是堆满杂物 屋的四周都没有枪 屋顶也没有通风口 可能是一间储物室 向左边走 可以通向一座较大型的建筑物 根据一份政府文件所说 这里是炮台的Battery Command Post 我们由它的正门进去 这里有一个柱水缸 有一些梯级大去路被植物阻挡 我们去指挥所看看 另外找到一些网上资料 称呼这里是Fortress Observation Post 这些石柱应该都是用来安装观测仪器 或者会是我们在海防博物馆见过的 垂直基线測距移之类 这个疗望台的视野 现在被植物所遮挡 这里是两层高的建筑物 建筑结构已经不太良好 我们再去下层的其他部分看一下 这个观察所的面积都挺大的 应该可以融立很多人在这里工作 上面的石板是否通道来呢 去上层看一下 屋顶上没有什么杂物 上层的露台位视野没有被阻挡 后面山坡上就是两个炮位的所在之处 这里应该都曾经没占用过作居所的 厨师共存的概念 这个门口应该可以通到外面的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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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去找其他炮台建筑物 离开观察所我们一直向前走 这里有一些建筑物的痕迹 这些矮牆级排列 只是有防护墙掩护的出入口 但我完全找不到任何有关 这个是什么设施的线索 很快我们来到一个连接梯级的路口 左边下斜是可以回到鹤嘴道的 右边上斜是有去炮位的 我们上斜 这里有丝带标记的分叉位 向左走 有一个建筑物 和炮台指挥所外面的矮牆建筑类似 有相同设计的出入口 里面满布类似鸭片的物体 继续前行 发现一幅残缺的红砖墙 地上都有很多鸭片 无几远之处有一个建筑物 墙壁上有挂在支架痕跡 只是承托柱物层板的支架 入口旁有一个大窗 天花中央有一个无防手榴弹攻击的通风口 左边角落分别有一个像是油烟遮罩和排气烟通的设施 这里会不会是提供馅食的厨房呢 大窗口就是取餐的地方 我们去外边看看 这边有小路上屋顶 斜坡上面发现有梯级和其他建筑物 先去这边看看 走上梯级看清楚些 它没有上盖 而且四周墙壁都没有出入口或窗门 会不会是一个储水缸呢 再去另一边看看 就是有掩护墙出入口的矮墙建筑物 地上又是半墓瓦片 原石级继续上尺 这段石级被野草遮蔽 唯有请它们让开 都是瓦片矮墙 左边可以继续上车 又是一个矮墙建筑物 里面完全被杂草填满 原紧约的石级向上走 慢慢转到右边的小路 来到有私带标记的路口 右边下车可以回到鹤咀道 我们向左边走 第一两三米距离左右 右边有个隐蔽的入口 认识这几块石头 很明显有人已经请这里的杂草让开了 不过要留心这棵植物 它的枝干生满尖刺 好像无数螺蛙耙那样 小心不要碰到 向左边走 又是一个分叉位 看看这边 只有顶盖和支柱的建筑物 内部空间应该是因为泥土堆积而变矮 顶部已经生满杂草 会不会是炮位的蛋药库呢 先走上上面 走前目的内就看到主要目标 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炮位的弧形防护墙 走下炮床看看 上次夏天来的时候炮床是生满野草的 这些应该是相陷炮身的痕迹 前面视野部分受阻挡 野生植物让开后炮位重现部分轮廓 学取炮台守护着学祖半岛南端 和对出的双四门海域 也能提供对博加拉炮台后方的防卫 去炮床后面看看 你看看 防护墙后方圆空间应该是暂存炮弹的蛋仓 现在离开下炮位 回上防护墙走回分岔位 而这条小路上斜 又有一个结束物 都是常洁的军事建筑风格 奇怪的是 这座建筑物没有被表示在任何地图上 内部好像被清理过 不见有挂睡床的支架 有一个大枪和垂直通风口 除了一些金属钩没有其他装置 不知是什么用途 我们沿路走回来的时候的山路 继续向山上走 又有一个分岔位 先去左边看看 现在另一间小屋 间隔和刚才那间极为相似 但墙上有一次是睡床的支架痕跡 可能是炮位的住宿地方 回到分岔位 向山走 又有一个分岔位 再看看左边先 这座建筑物和下泡位旁边一样 還有小路可以通向上面 又有一間小屋 睡床支架 相信都是流宿的形蛇 這個門口有點窄 另一邊又有建築物 這裏左邊有一條之路 先看看這座建築物 面積不太大 但觀景窗就好大 又有裝置觀察而起的石柱 典型的觀察建築 自我現在被野草嚴重遮擋 資料顯示 這就是砲台的Battery Observation Post 走出觀察站再上上面看看 這裏都有裝置觀察而起的石柱 但四周沒有建築物痕跡 難道是一個露天的觀察點 我們回到山路的分岔位 靠右邊前行 馬上就到目標所在 炮床裏都是雜草重生 地面都留有安裝炮身的金屬痕跡 視野和下炮台一樣 航護牆和蛋倉都是同一間隔 鵝咀炮台位於鵝咀山山隻的中央 建於1939年有上下兩個炮位 裝有兩門四寸口徑海防炮 炮台還包括指揮所、觀測站火藥庫 海防機槍部探射燈掩體 和遺數不少的營射和支援建築物 在香港保衛戰期間 由皇家香港義勇軍第一炮兵連駐守 在香港逐漸失守的時候 守軍奉命破壞炮台再撤退赤柱 戰後一直被棄置 在2009年被困難諮詢委員會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鶴咀炮台探訪完 鶴咀炮台的路線 除了這樣走,其實還可以這樣走 但這樣就必須要經過一所民居 由於那裏有幾隻十分忠心的狗狗 每次你經過牠們都會盡責地宣示領土主權 也就是為人家帶來的騷擾 所以選擇這個被開民居的行法 大家覺得是否好些呢? 上集到此為止 同時推出的下集還有大量精彩內容 請問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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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錯過